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们的车速肯定是在70码以下的 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的就是育泉校区的图书馆 它有名浙江大学图书馆科技分馆 它的前身就是历史悠久的求是书院 那么今天我们不是要去看常见的九个月览室和若干个辅助的月览室 而是带大家去寻找一个年事已高的书库 好的 那下面废话不多说 一起走进它吧 好了 下面呢 我们就将跟随工作人的脚步 一起去看看咱们育泉校区图书馆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我们没有发现 到底还有多老的书等待着我们去阅读 一起去看看吧 来 开始啦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啊 在善良的工作人员的神秘引导之下 现在我们来到了玉泉校区图书馆的第七层的一个超级老的书库里面 他有多老了 他有多老呢 我也不知道 至少我知道他比我老 穿越在这些很密集的书里面啊 我有一种好像走到了上一个世纪的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呢 说这边的书啊真的是很老很老 那设下你们猜一猜他最老的书是多少年的吗 你为什么保持沉默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因为你们来过的 让我来猜 是1987年的吗 当然不是 1966年 有点接近了 要不就猜一个1993年 你脑残吗 66年的故事还93年 好 下面呢 我们就已经离那本书很近很近 尽得让我能够听见他的呼吸到底有多老呢 答案马上揭晓 他就是这一本来自1928年的问候 Nature 他超级的胖啊 让我感觉都有点把持不住了 既然你是最老的 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有多老 翻开这个书呢 就闻到了一股那种书香味啊 让我感觉就像是历史的味道 你闻过吗 历史的味道 看上去上面的这些英文呢 让我有一种到了火星的感觉 密密麻麻的 有广告也有文献很多很多 至于它的体重呢 我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 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可以到图书馆来看一看 其实这个图书馆它一直是个迷 照理说吧 它已经对外公开了 可是知道的人呢 真的很少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看完我们这期暴走浙大之后呢 也能够时常来我们这个老书库做做客 它也是你闲暇时间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哎 兜兜转转看了这么多书啊 还真有点累了 给大家讲个笑话吧 是刚才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的 很早以前啊 咱浙大有个学长叫做赔光钱 这个名字吧 本身也不太好记 可是图书馆里员啊 对他可是记忆犹新 有一年呢 赔光钱马上就要放假了 他收拾好了行李呢 即拿了两本已经过期的书到图书馆来还钱 把那个钱啊 还过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 图书馆里员就跟他说 两本说啊 两块 赔光钱正在掏钱的时候呢 旁边一个女生就笑了 哼 两块钱 就要赔光钱呢 很冷吧 其实我也是那个智冷专业的再读生 不过咱们赔光钱学长呢 虽然闯了这样一个冷笑话 但是呢 却因为他的名字呢 结下了一段姻缘 找到自己后半生的幸福 这种主题很适合的 这种家伙伴们更出现 这种家伙伴们快要回来